大陸現在有一個新的數據出來 它第一句是有四十六民間的蝕墊倒閉 好像很對應香港前一陣子 都有一些周末君主組去關注香港這些周末的情況 是不是大陸哪個情況都是很嚴峻的? 我就特意跟你算一算數的 如果沒有準備的話我就立即答不了你 跟你算數的 怎麼算呢? 大陸14億人香港700萬 即是人口是香港200倍左右 如果你用第一季的46萬間倒閉 你除一除除200 就應該是等於香港的2000多間 如果香港在一季裡面倒閉2000多間 平均每個月計算是700多間 現在實際上香港每個月倒閉的 以我所知好像是300間左右 但是它所謂倒閉就是關門而已 它有300間關門,它也有300間開門的 我曾經在一些節目裡說過 我忘記是不是在這裡說了 開的其實是多於關門的 現在你只是說了關門的部分而已 新開張那些你沒有報過數字出來 所以這樣看,現在就關門對關門計算 如果你當香港每個月平均300間 大陸是說700多間 大陸是說700多間 一倍左右是香港,我想是合理的 這個數字 這個數字看起來是仗樣的 大陸的經濟是很明顯比香港差的 很明顯是否差得很離譜 如果質落程度高香港一倍 那我覺得不是很奇怪 那也在一些節目 就是財政節目聽有一些專家說 那其實大陸現在有 我想有八成的企業 就是那些專家說的 那是說是賺不到錢的,輸了錢的 那你其實可能賺到錢一兩成而已 我估計有些根據的 就是它真的有些落地的考察 那我不知道它有多準確 但是如果有大部分的企業 就是可能超過一半是賺不到錢的 是捱的狀態的話 那其實你這個收拾的數字 聽起來很明顯 還有食肆來講相對都沒有那麼厲害 假如你放在不是食肆的其他的行業 我想情況更加嚴峻 就是起碼吃的那部分 你幾大都要吃 你不開工沒問題 你躺平沒問題 你都要吃東西的 就是吃東西這件事很難說沒有需求的 那你如果去到食肆都說難捱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反映那個情況是相對嚴峻 但是相對嚴峻也好 食肆來講相對都是 因為看來這些必需品在一個艱難期裡面 是相對好一點的表現 現在好像中國兩地好像鬥窮 前一陣子在香港很流行這些兩送販 中華都有了 大陸現在都有這些窮鬼套餐 是不是鬥窮了現在 那沒有辦法 因為在這樣的衝擊之下 這些東西是要減價的 這個都必然的了 因為現在說的是一個樓市 債市一個這麼巨大的衝擊 等同亞洲金融風暴之下的 當時受影響的地方 其實那時候每一個受影響的地方 都經歷了一段相長的艱難時期 那也有一個通縮 那當然你去不了貨就要減價 等於現在香港那些發展商 砍價 新盤也砍價一樣 那現在大陸的經濟環境還差 比香港還差 為什麼每天都走去大灣區呢 你覺得這個道理是否有點矛盾 大灣區那個就不是經濟角度的 那個是要消滅香港的一個手段 就是它是要令到香港沒有了香港人 或者沒有了大部分香港人的意思 這個我一早都看到它的寄讀 這個跟經濟沒有關係 還有最近都有一個名次就是內卷 那個內卷在大陸已經說了很多 現在香港是不是都有這樣的傾向呢? 香港不至於住 但是你都某程度上看到這樣的傾向就是 譬如以前很多很活躍的活動 譬如買賣、樓市、股市 那你經常下跌 你叫人怎麼做事呢? 那就個個都不做事了 譬如消費一樣 那你經常叫人回家 又說四人限聚、二人限聚 又要清零 那些人就回家不花錢了 我想是一種制度影響人的行為的表現 就是扭曲了人的行為 都不少有這些影響的 還有香港現在混了很多大陸人 那些大陸人的行為 都會在香港那裡反映到 就是現在不是全香港的大陸人 但是都已經有一個比例了 那你看到香港都有一些大陸的 即大陸發生的問題 那些跡象都會在香港某程度上 那現在的意思是說香港都還沒有至於 好像大陸那種內建的形式存在 是不是意思? 那你一天有功回去 因為都盤生意都還在做著 就不至於 但是慢慢都是趨向那種情況 即是香港好在就沒有好像他那樣 瘋狂去起樓啊 去過渡的槓桿 就是好在就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去槓桿就沒有那麼慘 但是都不是沒有去槓桿 你看些東西都在跌著 就是樓市在跌著 都是去槓桿 就是沒有那麼厲害 那你沒有那麼厲害的時候 你對那個財富的打擊 就是財富的蒸發 資產的下跌 那裡程度小很多 那我想那個情況是接近的 就是本質是一樣的 但是那個程度就不同了 程度就是他很厲害 我們就差一點 所以就是 就是 就是 所有事情都差不多了 不過 不是他那麼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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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很恐怕的 嗯 之前我們都有討論過那個香港人不上 不上去消費 那也都有不同的分析 你怎麼看呢 是不是漸會盡窮人呢 香港真的有一批窮人 你又不可以否定 因為香港一向都貧富懸殊的 那你在這幾年間 我想都走了不少人 走的那些都是有錢的 如果你先都不先 我都不見得太明顯 如果走了那些有錢的 那就變得你貧富懸殊 那有兩堆人 一堆有錢 一堆窮 那有錢的都走了一堆 相對剩下窮得多 那剩下窮得多的時候 即是一些相對中上價的貴價的東西 香港是頂不住的 你見到那個倒閉潮 那同時間如果住得是較偏北的 新界北那邊的 那說真的 你可能走去銅鑼灣消費 你坐車都坐了一小時 你抱過隔壁 深圳就快點了 變成有個結果就是去便宜那邊洗 即大家都是那些東西 可能都是吃的差不多 買的差不多 這樣就是很自然的一個消費分流選擇 另一方面都可以看到 其實上次都說香港人不少都未必會在那邊居住 那現在為什麼在香港都不可以開這些 因為現在有些店鋪在那個王國 很多貴價的店鋪變成什麼10元呢? 這些平價的臨時店鋪 那為什麼不這樣轉變呢? 不平價臨時店鋪那些是因為不想把租金 公式寫下去而已 他不想把店鋪的估值降低 如果你說做業主來說 你以為他不想真的租一間市市正正的 開天下的價格嗎? 但是沒有這些店鋪嘛 在這個環境之下沒有人製的嘛 那你沒有人製的時候 就只剩下那些10元店的臨時當貪 就是降兩張桌子 就放一堆東西在那裡賣 就是那些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條條街 或者很多條街都是這樣做 那些人就不逛街啊 你條條街都是賣這些東西 是不是? 好像賣垃圾那樣 那不是一個一般逛街的人想見到的狀態 所以這樣做都... 就是...我想是一個過渡期的一個現象 但是...但是不是一個好現象 何況你現在那些10元店 全部買的差不多的東西 我真的看不到這樣怎麼刺激經濟 那些人的消費肉是很低的 我意思就是說會不會越滾越負面 就更加沒有生氣了 我意思是... 會啊你不是直至到那些東西肯減為止 因為你現在有些東西 譬如租金、人工都還沒什麼跌下去 你還沒肯跌下去 那你當然跟深圳 或者跟你現在在客觀的情況是有個距離 大家那個消費力 或者大家的收入根本是支撐不到這個租金 支撐不到這種消費 那你就要減價、減租、減薪 現在香港的經濟沒有出油 是不是跟這些香港這些官員 沒有人才去搞經濟有關呢? 今天那個層次... 那我又不同意 我覺得香港經濟一向是自己做出來的 市場做出來的 有沒有官員這個不是太重要 不是由官員打造出來的 沒有關係